今天我請來的這位朋友 他很喜歡穿名牌 駕駛車喝紅酒 他最大的嗜好就是環遊世界 他不是什麼公子歌儀 而是一位你經常會在夜店見到他夜蒲的堪儀學家 Peter蘇文鋒師傅 蘇師傅中三畢業之後就投身社會 他是怎樣由一位窮小子 變成今日明成利就的堪儀學家呢 他幫過不少名人 紅星 算命 看風水 當中有多少難忘的人和事呢 外間有人形容他是全港最囂張的師傅 他自己又怎樣看呢 師傅 你好 先乾杯 你好 喝水也好 不用喝酒 傾盛一點吧 師傅 在你的職業那一欄 你會怎樣填法 糟了 真不知道 中文就很少填 多數過關要填英文的 寫 Geomancy Consultant 寫明是圓學 堪儒 堪儒家 差不多是地理學家 以前有沒有人叫你做風水佬 現在也有 有時候背後就說風水佬 你會不會不高興呢 不高興也沒辦法 人家等如見到警察說警察 人家都不高興也沒辦法 你會不會覺得這衣服真的有點貶 風水佬就有點貶 因為廣東話沒辦法 廣東話的語系經常都是貶別人 很少煮的 其實圓學家和堪儒學家有沒有分別呢 有分別 堪儒學家其實堪儒的意思是風水 不是專門看風水的 圓學家不同了 可能是捉鬼 作法 其他很多拜神的東西都有可能的 那你是圓學家還是堪儒學家 堪儒學家 拜神的東西少少的 那麼多都不懂 那述數呢 述數又是怎樣的 述數也對 述數也可以是堪儒 因為堪儒是計數的 述數是所有用計數計算出來的 例如算命是述數 風水是述數 都當作是堪儒學家 其實也不是 堪儒是專門指風水的 只是風水 因為很多看風水人是不會算命的 算命是不同風水的 算命是難學 風水十倍都不止 那你已經學齊了 學齊了 我又想問問你 你這個造型是何時開始的 很久了 做頭髮的時候 看看頭髮有多長 現在不太長而已 剛剛剪完 你會不會有時放在前面 會不會 一定是撥不後 為甚麼 放在前面 好像那些 要男人 做型好像不太看 有沒有人因為這個造型 本來找你去看風水算命 信不信得過 試過 那時不出名的時候 二十多歲 去按鈴鐺開門 因為通常你看風水的客人是介紹的 按鈴鐺拉拉門 撞一撞不開門 接著打給朋友 然後才開門 那你有沒有考慮過改造型 為甚麼你那麼喜歡這個造型 我經常覺得 我看風水跟造型沒有關係 我看風水用腦 不是用樣子 所以也不用你的想法 你很喜歡名牌 不是 我不出門的時候 可以每個星期穿同一件衣服 但是不是名牌 也是名牌 不是喜歡不喜歡的 那些人經常說喜歡不喜歡名牌 其實你做人做到一個地步 你是由這個價錢 買到這個價錢 因為你一路想的 到最後你不是看名牌 你如果那個質地和手工 不行你是穿不到 但你是否一個很貪美的人 其實 算是貪美 整整齊齊好一點 但你是一路要保持自己身形 可以瘦一點 穿些衣服可以貼身一點 這個其實就是為了晚上 我們經常去夜袍的時候 有時穿些梯的T恤 如果你少少肚腩 那些貼身是完全穿不到的 是你自己接受不到一對的 立即要換衣服 你試過肥過嗎 這段時間都肥的 因為現在你始終有這麼一年多 真的開始有肚腩 真的要做運動 你一開始對這個坎如學 風水、掌相有興趣的時候 是真的純粹興趣 因為想著是一門好的生意 可以找到資料 不會的 我們以前二十多年前學的人 我想沒有一個人打算做職業 因為如果你想著做職業的人 我經常說是不會做得好 因為你的心不是在術數那裏 是在錢那裏 你是不是有很多兄弟姊妹 有很多兄弟姊妹 四個哥哥兩個姐姐 你最小 我最小 理論上應該是萬千寵愛在一身 是最不著色 年紀相差得大嗎 有一個不是很大 有一個是一歲多 那個是最適合談的 不過到最後因為他十八歲 我是十六歲半 原來又兩個世界了 那最大的差別去到多少 最大是十二年 剛剛大我一個轉 七個那麼多 那你家庭的負擔不是很重嗎 小時候那時 我沒有負擔 我最著色最小 這個有好處 因為我一個一個輪著出去做事 那到我做事的時候 樓上有六個在做事 所以我唯一的好處 我做到今天 我最幸福的覺得是 小時候不用養家 如果我小時候養家 根本做不到今天 因為以前我做整頭髮的時候 最惡劣 只有四百元一個月 直接吃飯也不夠錢 好了 第一道菜 你那份是 深海帶子配薑味啫喱 我這個很漂亮 田園沙律配番茄泡沫 這個不是用來看的 不是用來吃的 我也覺得好像不太捨得吃 這個整幅畫 但是我想都是 哎呀 原來一讀下去是脆了的 爸爸媽媽就供書教學 他們很忙地賺食 那你的學業是怎樣的情況 小時候 一太不同 簡直沒有讀書運 我讀了學校也側落的 我小時候 本來讀幼稚園的時候 都讀得挺厲害的 英文也很厲害的 一年幫我記得還不知道考地 十年以內的了 那爸爸媽媽不知為何 就無端端和我轉了一個台灣學校 接著差不多沒有英文讀的 那時候轉了二年班 一路讀到中三 沒有讀書之後 都不懂英文 完結了學業 出來第一份工作是做什麼 做工廠 因為當時我哥哥就開了一個做標學的廠 那我們是未讀完書 爸爸就說留個位給你在那裏做 那我就在工廠捱捱捱捱了一年多 很暗無天日的生活 你在工廠做什麼 車標學 為什麼你說是捱一年呢 做工廠 你每天做一個 他悶到你每天 怎麼過這些生活 又不用用腦 你就看到每天都有一種動作 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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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動作 找不到錢的一個月 我想也有千多元一個月 那你一不做 家裡有沒有不開心 很不開心 即是沒有聯絡 什麼 是啊 即是哥哥不跟你聯絡 全屋都沒有聯絡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是自己一個人住了 那你又沒有跟家裡做工廠 那你變成沒什麼聯絡 因為以前我們是四個兄弟做一個工廠 即是一家親一樣 是啊 那變成我不做就差不多脫離了一個地方 差不多 是他們不想見到你 因為你不好意思回家見到他們 是我自己的人性格不好 我說我一定要做到有成績才會回家 你完全是沒有跟他們商量的 你劈砲不做就不做了 是啊 突然間還要 以前都流行賭錢的 原來那天出了薪 整份薪都輸了 還要說明天不做了 是完全沒有錢 什麼都沒有 跟著不做 那怎樣 你一元都沒有 你怎麼過那些日子 挺惡劣 試過沒有錢交電費 冬天幾度衝凍水量 跟著砂糖夾麵包 買個辣椒球煮粥 吃幾餐 都不肯回家拿 不肯 不會的 跟著那時候就做散工 跟車送貨 船那裡落貨 捱呀捱呀捱呀 捱到做整頭髮 見功那一剎 就一生人正式開始了 怎樣開始去整頭髮的 以前我的年代 全部讀書不成的人 就去整頭髮的 然後我有幾個朋友 都是在做整頭髮 做學師的 那別人做我就又做 其實不是我的興趣 因為沒有錄 小孩子你不知道哪條路行得通 那我就去做學師 在普通整頭髮的地方 做了一個月學師 叫他剛剛懂得洗頭 那就去新世界那裡見功 他見你懂得洗頭 他就叫你立刻上班 嗯 就是這樣 是的 是的 那就到現在的生活了 都挺幸福 我做新世界的時候 幾百萬個月 接著我跳做師傅 我80年開始做頭髮 82年已經有萬多元 跳得很快 很不錯的了 是的 很不錯了 我都記得我每次 我永遠是坐的士上班 都挺幸福的 那什麼時候開始 真的踏入這個風水界 跟別人來學東西 學師 那我就在做頭髮的時候 我的老闆就是上海人 然後他突然間有個上海朋友 來了香港 就說懂得 總之原學那些東西 我也不知道他搞什麼 因為以前我只懂得看相 看風水 接著不懂什麼叫算命 我打算他也是學看相 或者風水 那我就走去上學 原來他教算命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既然去到了 那都學了 是你的老闆介紹你去跟的學生 是的 那上課多少錢 也好像800元一個月 也不便宜 不過是好像師徒一樣 一個搞一個 然後在家吃完飯 然後才開始上課 那個緣分就是師徒 就不同於現在的學生 那算完之後呢 有些客人來做頭髮 就跟他不斷意又算 真的嗎 不斷意的 很認真的 真的人家又肯讓你算 行 有些更好的 算完還給好大功利是也有 對和錯都給你 通常我們因為以前做頭髮的地方 都屬於叫高級 一般做頭髮都是幾百至一千 他們出手不會太低 那你跟師傅學了多久 學了一年多 接著他還陪我去妙龜擺檔 看相就是我出馬 算命就是我師傅出馬 接著講廣東話我出馬 講英文我師傅出馬 即是應該反過來 因為你年輕一點 可能講英文想著找你的 原來不是 原來我師傅才行的 你在妙街擺檔 跟別人看相的時候 是收多少錢的 記不記得 記得 我記得好像我是收50元看相 我師傅收100元算命 在妙街的日子 令你最難忘的印象是甚麼 大膽 因為其實我本身也算是一個細膽的人 但是你去妙街 其實訓練到你天天對著陌生人 天天都可以這樣聊天 別人就聽你說話 其實這可能是挺好的訓練 你會不會看相好在哪裏呢 他為甚麼要這麼好呢 有沒有這樣的個案 有呀 因為以前那個 看相其實有時看不到人家的財富 反而看掌他就容易一些 守原來有錢人一定是淺色的 他不會是暗色的 你開班授圖 沒有一個跟一個 好像你以前那樣的 以前有 那些人全部在做這行 誰你覺得是你的高足 當時大家都用 王妃遇用風水大師來形容你 你看他第一段的婚姻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會捉招的 知道也沒用的 那在你們的風水界 有沒有陳振聰這個人 你在廟街擺完一輪之後 你自己都開始開班授圖 是呀 那時候生活我都覺得挺好玩的 我就是日頭做頭髮 晚上擺檔 晚上擺檔 有時不擺檔的時候 就是有某一日要教學生 就是三份工作一起打 然後下午有風水 你就出去看風水不剪頭髮 你收學生怎樣收? 第一批是怎樣來的? 第一批全部都是 客人 和去別處一起學習的人 然後叫他來跟我學 因為我那時候學看掌 跟師傅叫蘇朗天 以前都很厲害的 好像最厲害的 然後幾個同學 他們又很有興趣的 我說我懂得看相 他們就來我的學看相 然後就來學算命 你開班授圖 到現在 有沒有算過收過幾多個學生? 都不會很多 我想可能不超過五百人 每一次都是一班教 你沒有一個跟一個 好像你以前那樣的 以前有 都有 以前我初初1990至92的時候 一個九個教了幾個人出來 那些人全部在做這行 因為給我訓練出來的人很厲害 我又很兇 經常說粗口罵人 說粗口就很兇 因為我正是發脾氣那些 你教了你 為什麼你不懂 我教一次第二次你不懂 我就會罵他 所以跟我學習都很大壓力 教過這麼多人 誰你覺得最好? 就是你的高足? 都有幾個做得挺厲害的 又免得說誰 因為人家都出了名 上了電視 不知道我偷他光 還是他偷我光 變了 那陳子才是你的學生? 這個就知道了 這個是新的 再舊一點 紫才好像是04年 是的 他做過城市最極主持 又像過歌 什麼淵源 他為什麼會來學 沒有淵源 他自己走來 一天走上來 和他的朋友 楊柳岸一起報名 我還看著他給錢 你這傢伙這麼爽 兩班一起 兩萬元馬上給錢 那還有沒有來往? 小一點 因為有時候人家做這行 有時候人家想認你做師傅 有時候不想人家知道是你師傅 怕人家光顧我不光顧他 有什麼人都有 其實他們這條路就蠢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開始越來越不做了 那些人經常要找我的代替品 其實一離開香港 全部都不做了 如果他們出名 又知道人家是我的學生 有機會找他們 是 離開香港你現在就不做了 全部不做 什麼時候開始? 也有2005年開始 因為那時候開始退休 行懶運的時候 真的所有來香港什麼都不做 你算到自己開始行懶運 就不做了 然後教也是 教明年以後不教了 那你的懶運什麼時候完 懶到55 有段時間 那你可不可以改 你不懶可以嗎? 不是的 命運其實沒有你想這樣的 因為命運 你行懶運的時候 你不是人想懶 是他給你懶的性格 因為我一生沒試過不想起床上班 是 我2005年之後 突然間不想起床上班 我沒有試過很勤力的 我一生沒試過不想起床上班 你什麼時候正式是全職去做了這個 風水和命運 八八年 因為八七年我去了西藏流浪 去到尼泊爾 有個尼泊爾人說 想開店 我想賣了他的東西 聊聊聊聊 大家拿批貨回來香港開店 那我就在山林那裡 還有一個商場 現在也沒有人認識的 還有最多的那個位 開店 在那裡看檔 那看檔很悶的 那我就貼一張紙出來 這裡又看上說明看風水 我貼了紙第二天 不是第二個月 就已經有生意 第二個月已經有八千多元 那時候夠生存 如果這樣說的話 你去西藏的旅程 對你都起著重要性的影響 很重要 我想說又是好運 不是自己厲害 因為你厲害 這要一段時間 你才知道 那你怎會一開有生意 因為我就去了西藏尼泊爾 曬到黑茫茫 沒有剃鬚幾個月 好像那些高人 然後那些衣服 全部都是尼泊爾做的 就全部那些怪的衣服 然後戴上那些蟲石 那些很大的戒指 這個還不是世外高人 那個煙微草 所以變了無端端 第二個月 可能唱得很快的人 是 這裡有個高人 很厲害 那時候只有27歲 那27歲 其實人家不相信你 曬黑了就好一點 老一點 可能真的有用 為什麼你去西藏呢 無端端 你的風水剛剛開始 做幾份工作 一起做應該不錯 其實我的夢想 是全世界旅行的 其實這個夢想想了很久 但是做頭髮 你不能去那麼久旅行 那我直接要決定 不做頭髮之後 才可以實行我的旅行 就去了西藏 因為那時候兩個地方最神秘 一個是蘇聯 一個是西藏 那就選了西藏 你是不是很富裕地去這個旅行 不是 很窮 我那時候在公司 那時候更好笑 我是開了當批發做龍蝦 推著車仔 經常去酒樓送貨 進去水箱 接著開了龍蝦 當之後 不知道兩三個月 朋友說去西藏 公司拿了一萬元去西藏 一萬元花了半年 都花不完 那你的龍蝦生意怎樣 給個拍檔搞 回來便一擺圖地 還要虧本 好 龍蝦現在沒有為你準備 為你準備了的是聖子 亞枝竹湯配聖子 我這一份是青豆泡沫湯 配水煮有機蛋 那在你們風水界 有沒有陳振聰這個人 沒有 不認識的 沒有人認識他 他又不認識人 是後來他自己說自己 還要說自己不是看風水 那據你所知 他是不是有沒有看風水 那我也不知道 因為看風水 其實很多惡苦藏農 他又不用出名的 因為看風水 不同算命看相 看風水 你可能是不用做很多客人 那你慢慢慢慢做 都能生存得到 你不同看相 你要不停不停不停 要很多客人才能生存到 你去到西藏 那你又不懂當地的語言 不懂的 那就有很多驚險鏡頭 又試過驚險鏡頭 不過驚險鏡頭 又不關言語事 是自己撞扮 我有一次去到西藏 尼泊爾的邊界 那要在那裡住一天 將來才有車去尼泊爾 那你過了橋 那裡有巴士站 那我太空了 看到他有列士紀念碑 我就上去看看 突然間有三隻 或四隻 那些鱈犬還流出來 嘩 嚇到驚 很害怕狗 很害怕狗 然後有一個同行的女生 很小的 那我第一個反應 看到狗 飛到樓梯 不是走 是滾到樓梯 然後滾到樓梯 為什麼不見了那女生 那女生害怕到站在那裡 不敢動 如果我們兩個一起走 可能會死掉 她會追 是啊 幸好那女生害怕腳軟走不到 她就站著看著狗 那狗又站著看著她 那我就滾到樓梯 然後找她要救她 慢慢走下來 那一個驚險 第二個驚險就是高山症 不死得 幸好 因為我看到那個神山 江仁波齊峰 那我看到 就下車了 一天都沒走到去 接著我們生存在五千多公尺 全部高遠 平時心跳都去到百幾下了 那再走幾個小時之後 翌日就病了 你知道病那裡又沒有醫生看的 就躺在那裡一夜一夜 不死得了 不死得又走過 那結果有沒有上去神山 有 她不能上去 她是唯一圈 她說唯一圈 你就不知道消除你一生的罪孽 唯多少個圈 接著又可以不用輪迴 接著很多人唯一唯一就死了 所以高山症死就很平常 那你唯了多少個圈 沒有 望望就走了 沒有唯一圈 沒有那麼勤力 那這一次的旅行 在西藏 帶給你最大的一個啟示是什麼 啟示就是 做人 雖然都不是很豁打 叫做比以前豁打少少 因為以前我經常覺得自己懷財不育 尤其是我看照片 我看照片其實 經常都覺得自己很厲害 一定是這樣的 人 我說為什麼人家沒有我這麼厲害 都上了電視又這麼出名 賺這麼多錢 一定有這樣的想法 到那時候 開始慢慢看通了 就知道 貪命 可能你時間還未到 可能天有安排 那你天安排的時間到的時候 是哪個年份 就真的有眼運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懂得看照片 看照片也有準成度 因為其實整個照片 最美是眉和眼 眼原來叫黑白分明 有成叫美 就知道眼運一定出名 誰知道一叮一聲 踏入35至40 就真的出名 出名那一刻 是什麼玄機 是哪一件事 哪一個人 沒有玄機 很奇怪 突然間96年 開始雜誌全部湧來訪問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無端端 去做個哇哇哇打到你 那我就上過節目 那些人說 這個看風水這麼搞笑 因為以前的人很正經 怎料出那個 這麼好笑的人出來 那些人開始 那些人完全不認識我 有些人就想一下 這個是誰 然後到那年 同一件事就爆出 原來我和阿菲看風水 那兩件事加起來 突然間就好像 這個人好像很厲害 是 黃菲當時大家都用 黃菲遇用風水大師來形容你的 那黃菲和你的淵源是怎麼開始的呢 其實也是她的經理人 認識我一個學生 就光顧我學生看鐵板神數 那我學生做鐵板神數 那我就做算命 那她想算命 一定介紹給我的 那她的經理人認識我之後 找我算命 又找了阿菲的八字來算 她不是本人來算 只是算八字 所以你算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那個八字是黃菲 是的 只是看八字 那之後黃菲很多事情都來問你的意見 是的 會不會包括出碟 那些圈都問 不會的 經理人緊張些 經理人說哪天賣菲好 哪天開好 真的 通常經理人緊張些 Artist沒那麼緊張 阿菲你知道她的人什麼都不管 現在跟黃菲還有沒有聯絡 也有 剛剛上個星期才吃飯 有聯絡 是嗎 黃菲有沒有機會復出 我又不知道 她又沒有問我 我又沒有問她 你看她的樣子 那些懶 那些什麼懶 懶問 懶懶到2010 10有機會勤力 然後1415還有個高峰 你看她第一段的婚姻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會觸照的嗎 知道也沒用的 你也看到的 算到的 是未結婚 就知道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怎樣怎樣的情況 千華 那她是不是有個客戶味 劉德華是不是也是犯太歲 那你覺得劉德華 這個太歲這關過不了 黎明 你有沒有算到 他什麼時候會生嬰兒 生嬰兒 江湖傳聞就是 陳伯過身之後 英王的風水就是由你看 那究竟是不是 我聽說M字額的人 性慾特別強 是不是 你性慾特別強 又不是特別色色 啊